记者黄嘉林高雄报道, 西山大林废卢渣回填案历时五年, 回填面积5.2公顷, 身24公尺, 数量超过99万公吨。 去年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决, 认定回填物为废弃物, 因此, 高雄市政府应依废弃物清理法规定, 要求青岛公司线息清除卢渣。 高雄市环保局今天和地方文氏团体 道场会刊, 确认清除范围时, 疑似与地主发生口叫冲突, 事后, 停放在旁的两辆车, 竟都被各自破两个轮胎, 西山大林废卢渣回填案一直是当地居民之苦, 每逢下雨, 回填区就会流窜墙捡水到灌溉沟区和农地, 农地上的作物不敌墙捡水叶子枯黄, 让农民饱受污染之苦, 监察院也曾于2015年2月纠正高雄府政府有为师, 致市府明知农业用地依法不得回填转炉石等炼钢炉渣, 再接获陈情并会堪确认为土地违法行为, 却未督促所属落实列管追踪, 并依法及时采取有效遏制措施, 任凭所有权人持续扩大回填面积达5.2公顷, 数量超过99万公吨, 约25950车次, 严重损害政府工信, 今天中午, 环保局与自救会成员会堪大林段668号农地, 探堪回填位置与深度, 据了解, 当时黄姓地主曾与自救会成员发生口叫冲突后, 一行人会砍完准备开车离去时, 发现环保局与自救会长的轿车的右侧两颗车轮都遭人刺破, 他们立即到派出所报案处理, 齐山警方指出, 经初步访查, 发现两车停放地点是产业道路, 道路并无路口监视器, 访查附近农民也没有人目击, 在案件未侦破前,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目前也已指派专人深入调查厘清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